嗨,大家好,我是Sikahle 大家好,我是Sikahle 大家好,我是Sikahle 对我自己来说,我自己对英语的兴趣是非常浓厚 这个呢,得益于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 在我睡前播放英语睡前故事 然后我就对英语产生了兴趣 并不是我从故事当中学到了很多英语知识 而是故事培养了我的兴趣 从此我就开始爱上了英语 那我觉得短视频有它娱乐的兴致在里面 但是我们也可以在娱乐兴致的基础之上 加上一点点寓教娱乐的目的 那我觉得如果你学英语学得非常头痛 不妨就跟着我一起通过这种 边娱乐,边寓教娱乐的方式一起来学习 我是非常喜欢英语 所以我才能够直升重点高中 保送985大学的英语系 然后在学校里嘛 我考取了英语专业八级高级证书 剑桥商务英语高级证书 还有教师资格证高中的证书 这些都是因为我对英语有兴趣 不是因为我英语成绩好 我才去考试 这个问题我要大奖特奖一下 我觉得学生时代学的呢 是通用性偏知识性的输入 提升技能相关的英语 工作后呢 我们其实还会接受到很多分门别类的英语 对不对 比如商务英语 金融英语 信息技术类英语 科学 医学 图目建筑等等等等啊 除了工作呢 我觉得在出国旅行 社交网络 新闻媒体 随时随地都能看到英语啊 所以呢 多学会你们语言 多掌握你们看家本领 也许就能够帮助你在职场升职加薪 小孩才做选择呢 成年任务都要 我就是要学英语